我其实有件事一直瞒着你 我两个月前就已经下岗了 我就最近一直在找工作 今天海涛去找过我了 说要跟我一起开一家工作室 工作室 什么兴致的工作室 海涛不是转战房地产了吗 他拿了一个那个 古街改造的项目 人家项目方看上了我的设计 谢谢 准备一下 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说吧 行 你俩跟我说什么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我呀 帮你找了一份工作 你帮我找工作 你知道我下岗了 子言 那天 无意当中看见你 包里放的求职简历了 我是不是想着赶紧 帮你想想办法吗 那你跟我说说 你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啊 你这 我这工作说出来吧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 在街道办事处 办事员 你还觉得我合适吗 不太合适 老师 但是也未必 子言 我跟你说 现在咱们啊 都对街道办事处 这个办事员 这个工作认识不足 这可是个好活啊 很多人打破头都抢不着 你替我谢谢他 我不去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跟海涛一起开工作室 我不是说反对你 做工作室 我是有点担心 你担心什么呢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是 子言 我是最了解你的 你看你从家里 到学校的单位这一路 都走得很顺 我怕你 面对社会的复杂 包括经商的这些风险 这商场如战场啊 不是 你 你自己的工作 你在努力 你一点点进步 进步 进步 你看看我 你也知道我就是学校家 我 我那个单位 你不是不知道 那是一份不叫事业的工作 我回家就是带孩子 你自己要努力 我 我就不需要努力吗 我难道就不配 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不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对理想的选择 还是要慎重 你就是觉得我不行 没有啊 我可没说这话 你嘴上没说 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我心里 爸爸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心里就不知道 你很想的 我心里是如何 我心里的 你真的得罪了吗 感谢观看